沒有那麼好用 是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閃亮出了一個駭影 喔這一個陣型其實跟韓國OGN的MATA META有點像 他們一樣是 他們是捨棄和尚選擇使用Sombra 哇這個速度非常快 對對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這一波 呃首先是先輕76高台位 但是 哇這裏幫IU要帶走Sinkler 那這一波 營運面閃亮要爆裂了 加快速度blank你們有機會拿下A一點 而且是非常快的速度 哇這邊我們看到這邊再來一個 I drop不錯不錯 很漂亮 因為對方倒了一個安娜 那奶線沒有辦法的情況下 REALMETA這一個Sombra是零作用 完全零作用 所以沒辦法被套球的情況下 一樣被收割 人數上面blank大獲全勝 7分鐘的時間打B點 我們來看一下 呃blank到底是虛張甚至還是真的在花村長招呢 是 這邊有能量的一個優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 旁邊側翼的一個閃光的一個對決 哇哇哇哇哇 瞬間爆光 哇 鐮倒兩個坦克 哇 這邊這邊要被瞬帶走了嗎 是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直接壓縮到你家的門口 好 佔了三分之二個 70% 80% 90% 又來到100% 哇 BREAK 想不準嘛 不好說 但真的是82開啊 欸兩個點6分37秒欸 我看歐雪恩這麼久 我沒有看過這麼浮誇的 是 歐德爾PS也沒有 這真的很扯 哇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新的位置被針對的情況下 血量非常的少 躲進去了 被收掉 哇 Chill的一個位置還是一樣 太虛淺了 一樣一個老問題啊 是 一樣老問題 Chill這邊掀的IG被抓掉 點上三個人 那四個人應該是 直接跳樓了 直接跳下去了 是 這邊還要打會很慘 打輸的話會爆裂 會爆裂 是 能量累積的話會來到閃電王這邊 對 中打帶走了RQT 在這個位置的角度這邊抓到 欸 兩下槍戳 三下槍戳 阿嬤死掉了 哇 屁股開花了 你看他位置非常危險 這個位置閃電王不要交出任何的大絕 喔 但是 中打右鍵打死了自己 不過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這個點順拿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好來看一下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也是一個分線喔 選擇二樓這邊 喔欸這個黏 直接炸兩個 哇 I drop 這一波 大發威喔 我們可以看到賣衝炸彈喔 是炸掉了呢 這一波閃電王的一個攻勢 安娜是重點 我們看一下Bacon Show要怎麼處理安娜 理論上安娜的位置一步路之後 Bacon Show就會再去再去再去上去 好 這裡的部分ATA的位置很漂亮 OK 對方開啟了戰術鎖定 後車還有H2 神亮被全體被卡在這一個口 保護被迫交了下去 ATA奈米強化 戰術鎖定辭開 安娜站的位置很漂亮 RAMAN帶走了KIKIKI 這一邊 哇 左鍵再殺TRAIL 哇 新的 而且新的一個保護器還扣著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是用很少的能量 把對方全部清掉 他們在等重生 被壓了 我們剛剛會把他被吃了 阿嬤倒地 就是喔 你一出來Bacon JAK 就會找你了 KOMO在殺對方的ATA 這一波的營運面對閃電人說是大優 是 雙骨掉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沒有奶線 這邊可以看一下自甲自爆 沒有太多力的幫助 直接散點成功 這個人他就是從頭到尾都玩閃光了 虛經一場 虛經一場 嚇死我了 好一樣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左邊高塔有人喔 Brenker他是捨棄了士兵76 有ATA這個人是 一樣拉到右邊二樓的一個高塔 兩段TASH上二樓 接下來到點上 對方拉到另外一個對角線的角度 對於電狼來說 可以善用這個中間的大鐘 哇 貝根DRAKE抓到了ATA 是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ATA想要投後排 一樣被閃光 喔 這邊是B1 這個位置不好 這個位置不好 哇 正面直接被瓦解了 你看 貝根DRAKE的位置很好 他可以瞬間過來做正面的交手 好加載 BRAKE沒有導人喔 對 真的是好加載 OK 在一個逆向滲透 哇 糟了 這邊 風燒走位 血量很殘 對 在一個對角上去抓阿嬤 阿嬤這邊 被點掉了 SYNC打掉KIKIKI的機器 阿嬤在爛出手 你在地板上火炸了 某某某神圓 BRAKE做一個精采操作 被ATA一個SHIFT給拔掉 NARUTO拔刀 限度了中大之後 再做給MOMO KOMO這邊小地板也被剁死了 兩邊之各都有精采的操作 各位觀眾 這就是頂尖對決阿 沒有想到ATA在這邊 哇 手感非常的好 好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組織第二波 一樣拉一個對角線 這邊我們 喔 抓到了 抓到了 哇 不太妙 不太妙 點上剩KIKIKI 而且KIKIKI的位置非常的吊詭 他是在人群當中 直接被左右夾擊喔 KIKI剛剛也沒有保到AGE UP 中大開射了 這邊直接開射 這個大拳拿的效果 是先拿到ATA的人頭 對方倒了一個雙4顆的形象下 TRAW也倒下 那大拳一定包子A點 呃 成量拿下來了 是 這邊其實我們可以看到AGE UP 那一個閃光進場 他本身血量就已經很少 他找不到奶線 這邊A點掉 我覺得對BANK來說 其實是一個 掉的蠻不好的 這要特別 喔喔喔 這邊秀一下 兩段 對 這個BANKIKIK 真的是極度危險 哇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大戰要優勢 完全來跳 要上去了 要上去了 賣衝炸彈 要打誰呢 哇 對方 是 這邊其實開了有點怪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被套球的情況之下 被當成集火的一個目標 沒有血再拉回去 沒有太多這個效果 對 應該是因為血線很危急 被迫開大絕的刺寶 OK TRAW這邊ATA被抓到了 哇 這一個位置人數一直在掉 被套球 對 一直在掉 BECON TRACK在那邊左鍵持續作作輸出 進去黏 哇 這個操作很極限 但是沒有黏到 KMOMO自爆炸掉了KIKI的機甲 SINGLE再打掉RQ 而且BECON TRACK在這邊沒有任何 所以有人可以阻止他 已經快速在站點了 其進其出 BECON TRACK 渾身似膽 這邊A怎麼射就怎麼射 再射TRAW配上重量的傷害 SINGLE帶走了TRAW 哇 這一波很難開保護 第二個點 順利拿下 沒有問題 左上角七六被限制 所以也讓他在這一個防守 直接換了原刺 是 IGUP一樣跟BECON TRACK在做單打 哇 BECON TRACK的位置其實 不是那麼的好 但是吃到了奶線 吃到一發 所以血線還是贏IGUP的 所以這一波其實防守點 來看的話 閃電狼是壓得蠻前面的 這一波單打 其實閃光打閃光非常的精彩 但是KIKI帶走了中打 難道這就是所謂的 破口 哇 這邊 哇 底線的個正中 那BECON TRACK 總是可以即刻救援 IQT打下IGUP 帶走了Railman的 哇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人數掉的還是非常的快 對 掉太多了 點內只有G9 這邊也撐不住 Frank要快速拿點了 沒有太大的問題 刺客陣防守 真的不能打任何的刺客 呃 在打的情況下 一定要做人頭交換 不然的話 這邊的集火線會 完全沒有辦法 大於對方 兩邊的一個攻方 打得都非常精彩 左邊高塔 嗯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正面在打了 IQT在找地方 閃光 賣衝殺已經有了 我Railman的 剛把給弄掉啊 現在這邊 BECON沒辦法進去了 他的河上默默的在做輸出 是 對 再帶掉去了 不是 這邊非常高調再打一個 好 這邊來看一下 Frank 直接 OK 中大位 這邊 直接POP了一個大絕 硬抓 這個中大 直接跟著自己的隊友一起 但是拔了 我又在睡 這個睡著了 哇 我的老天爺啊 這個奈米強化的中大 我們可以讓他往前抵一波 這一波正面的一個對戰 競選之後變身了 BECON怎麼那麼多人 想要過來打中大 這邊才兩個人 而且還在他們家門口 中大這邊開射了 我覺得BECON剛剛的處理 我覺得太 太不細膩了 是 哇 這邊 沒有辦法 點內雷人數太少 以我看SINGLE 他有多少一點韓國人的血統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今天的表現很出色 IJOP滲透了 這個位置應該中大有看到 所以 盒上在等他 這邊看起來好 盒上在等他 盒上在右鍵 我願意這邊 麥克風戰爛 這一個沒有黏到 黏到門了啦 但是有逼到 這邊Rio們的嚇到了 SINGLE 嬌起了這個殘化走路 但那次吃到盒上的把握 還是活了下來 後排的部分 RANK完全沒有辦法衝 衝不進去 是 剛把的位置沒有了 倒掉的情況之下 這邊沒有什麼藍線喔 對 這就是地利喔 閃電量戰區的地利 他們不停的在這一個口內 痾...進進出出的 你要過來 這是我家門口 再進去你是打不了我了 我不出去 你又會被我隊友打掉 所以這就是 閃電量給予 Blank的一個難題 Blank這邊要怎麼解 我覺得太難打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 抓到了對方安娜的位置 一樣在後色的部分 Ata QT 招式應該要交了 這邊再不交 就沒機會了 這邊出不了 打一口給Momo 我們可以讓G9 不斷地在做一個牽制 來看 惡龍站到了 沒有太大問題 Ata也有射線 有機會 6打5的局勢 而且他有一個保護器 我有Ata拔刀在你家門口 直接剁掉你的Kmomo 連炸兩名成員 我的老天爺 這邊Kmomo還在撐點 營運面的閃電郎 還有機會 是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補上貝根jack 手中我有賣衝戰 這個沒有黏 黏 哇這個轉角出手 非常的漂亮 炸掉了AQT 這個人心機怎麼這麼種 太厲害了 是這邊的處理程序 非常不錯 中打去趕射手 左上角的一個射手 單打7-6單打 這邊帶走人 H-UP 哇這一個單兵實力 確實非常的出色喔 今天是中打生物 我也希望 呃 他可以給自己一個聖隊禮物 這邊 感覺要進去了 可以了 一分鐘的時間 blank最後機會 一定要加油 剛把大絕握在手中 A drop大絕握在手中 對方只剩下一個 一個保護 這個打下來 起碼要打贏兩 要打贏兩波會戰 是 這邊 閃亮在換陣喔 在辯證 而且飛跟最後的位置 馬上上來中打再殺掉A drop 這邊沒有射手線 30秒度的時間 直接被卡在口了 對 必須要再等了 這邊沒有射線 沒有辦法站點了 30秒的時間 這邊如果被逼破不得了 而且技術忍住 他沒有開大絕 把他們往下推 他忍了 你再出來我就見 這邊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哇 這邊我們可以看 拖了蠻久的一個時間喔 必須得打 他跟CAMOMO在這邊 就是一起做搭配 充了不少的能量 而且拖了對方很大 很多的時間 1 2 3 跳 開大 OK 再等 上去破證 對方的雙斧其實 陣型有點亂 機雄在這個位置有大絕 跳到點上做支援 和上開始保護 沒有人限制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看到點在這波的會戰 有 有 這邊我們看到KIDU的 限制的情況下爆假了 KIDU其實來慢了 是 對 來慢了 中打已經先射一輪子彈了 接下來近距離的交手 這邊打宋和娜 宋和娜直接倒地 再點對方 點上的成員 blank這一邊一邊大輸 哇 剩下一名開大絕的trail 沒有人踏點 太不打 太不打溫斯頓 哇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直接在點上 沒有辦法了 我們太結束了 IGRB是在看右側閃光的時候 被左側的中打給打掉 對 我覺得這個配合 閃電量的小組配合打得很好 我們看一下ETA 他其實關鍵剛剛拔刀斬 其實又斬了很重的效果 哇 對 就在這一波 關鍵就遠 A點差點也要掉 其實因為他這個拔刀 是 這邊 哇 非常非常的漂亮 前面是 菲跟Jack的一個發揮 那這個我們看到 ETA的一個拔刀 跳射一波 嗯 靠能夠靠賽 哇 有射到 有偵察到對方做一個前手 有偵察到 有射到 這個是一個Nice Try 還可以接受 現在 對方採取的是一個前壓的一個 前壓的一個防守陣型 對閃電量來說 只要先處理這兩個坦克 就可以把車子往前推了 是 這邊沒有去找對方後排 負責處理這兩個坦克 坦克位置非常危險 直接硬吃欸 是 被灑粉 對 被灑粉 但是對方的坦克是被逼退了 神經常是用坦克打坦克的方式去處理 中打在二樓部分 不停的在做射擊 他這邊是找 哇 往前一打 打掉了Ajob的閃光 飛波操作 非常的關鍵 五打六的局勢 在這邊喪失了閃光的情況下 呃 這裡的部分 Franc遭受到蠻大的壓力的 對 這邊被擠在左邊的一個窄桶 可以看到他要等隊喔 等隊到自己的一個閃光復活 要嘗試再拉出來打一波 哇 拜託戰隊再出手 炸掉了這個機甲 哇 這邊沒辦法 中打開心了 你看他大絕了 來來來來 要開射了 欸唷 戰術鎖定在這個角度 欸 欸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喔 這邊是對方開了一個超反路線 對 這個戰術鎖定 所以大部分的攻擊都擋掉了 還可以接受 啊 Reload 哇 Beacon Mode給補掉了 這個人頭 但是戰術鎖定其實效果還不錯 技巧你開了一個大絕 這邊的戰術鎖定是逼迫Black 讓他們不能夠出來踏車 Bacon Drake就在下面 我們 現在Bacon Drake在教堂位的部分 一樓喔 他應該是想要上二樓 理論上他要上二樓 中打在這個位置 哇 這個脈衝炸彈其實 呃 有機會去直接黏到中打 但是 iJob是選擇扣起來的 對 想要震扣我們可以看到被掛球 Kemomo的位置 直接針對對方的一個 怎麼會想要直接黏Kemomo的正面 嗯 這邊這邊被吸掉機率很大 對對對 但是還是有收掉中打欸 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所以閃光側翼的一個干擾 我們可以看到這波Kiki 跟隊友強勢的一個出局 拿到人數上面的一個優勢 而且吃得還蠻不錯的 對 這一波反而在 呃 地形上面 哇 這裡 哇 黏 這一個走位 我的老千爺啊 是 斷衣補的情況是他被套球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對Bank來講 非常難打 還就要嘗試把人頭給換回來 但是 沒有太大的一個幫助 對 不斷地遇到BankJek的一個追擊 對 BankJek這邊是玩小朋友上樓梯欸 是 欸 這樣跳上去了 哇 還黏到一個大絕 哇 這一個我們剛剛戰術鎖定 給對方非常大的一個傷害量 對 而且這邊合上寶物還沒保到Realment BankJek在這邊交出了非常巨量的資源喔 中打這邊開射了 這個角度其實是偏逼迫 然後坦克在正面處理對方的後排 替這邊爆甲右鍵左鍵再殺掉Kiki 閃亮的站位非常的有侵略性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Jeky這邊沒有太多的血 哇 他跳牆十五 撞到牆壁 是 對 欸 這邊 Kemomo這個自爆也沒有塞進去 但是還是不小心炸掉了A塔 哇 我覺得閃亮這一波是自己打殺的 是 原本有的一個優勢沒了 我們可以看到中打的位置被掛球 先退 他只要確認這一邊不會有人吃上來就可以了 是 對 BankJek的位置被抓到了 A塔帶走了Realment的BankJek 打掉Kiki的機甲 這一邊B到了Blank開啟了河上的保護 連Trill都開啟了大絕 但是 Trill開大絕的位置好像是在金庫方向 畢咚不知道是誰 正面部分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的 Trill Trill不在正面 這邊要怎麼卡車 難度是偏高的 嗯 這邊其實開了一個保護機 但是 我們可以看到並沒有完全拿下會戰 對 祭總打贏了Trill 哇 剛剛應該是兩個溫斯頓在互拍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們給他A塔直接開大了 對 哇 祭總在這個位置 這個點上 那這個營運其實有溫斯頓的人會比較有優勢 是 這邊黏了一個賣衝炸彈 哇 但是這個自爆炸的位置 Bank就被賣衝炸彈 炸彈兩個人員 是 這個 這個有點掉回 我看他黏到Deva身上 他是不是黏到了小Deva了 對 好像是黏到小Deva 然後小Deva跳下去 然後呢 炸死了 AQT 對 因為他的技巧爆了嘛 我想說那個炸彈應該被吸掉 沒有想到直接產生傷亡啊 對 在這樣的位置其實 閃電量已經打得挺不錯的 但是看起來Blank人數補來的優勢量還蠻大的 Bankjerk持續做輸出 第二次賣衝炸彈趕快就要出手了 再Dash一次 這一波 這一波有搞頭 我們看看Bankjerk OK 有大拳 哇 哇 絕對打掉了 這邊 時間對戰戰來講是個壓力喔 左勾拳直接帶走Bankjerk 不過兩邊閃光都倒地 之後呢在一個非常安全的位置 持續做輸出 而且 ATA被入珠了 這邊左邊做輸出 ATA位置被逼Pokemon再炸掉了 RQT 點上剩下Trill的一個溫斯頓 以及Kiki的小Deva 剛把瞬間開啟了自己的保護 來做最後的拖延 對 雞琼快要有大絕了 這邊先是持到了RUMAN的保護之後 那雞琼獸就要出動了 先打對方的ATA ATA閒線很殘 雞琼開大絕 狂拍 哇 又有再往前 畢咚對一方的後排 幹嘛這邊遭受了很大的限制 哇 這把被人要畢咚在牆上 接下來再接一套技能 直接活拍死 是 超漂亮的操作 完全沒有奶線 我們可以看到RQT要做一個坑點 RQT最後的一個機會喔 Kiki也被打掉的情況之下 這邊站點沒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已經到Overtime 直接站點 嚴格說起來應該是 側翼的部分的潛 還有一個閃光的側翼在做騷擾 Bacon Jack馬上來二樓 這邊要猥瑣人了 這就是Bacon Jack 他這個人超級猥瑣 白頭當然出手 哇 沒有黏到 不過是nice try 果然是IG他們這邊炸到了中打 這邊有一個配套 我們剛剛重擊的一個位置 也倒的情況之下 時間對於閃電量來講 是非常大的壓力 必須先撤 撤再拉回來再打一波 20秒的時間 閃電量這邊要不防線的話 勢必會大陸Overtime 所以有一個坦克勢必會被壓在車子旁邊 哇A塔這邊被抓到了 哇 其實馬上乃了起來 核戰開啟了保護 這邊A塔要開大絕了嗎 對方的保護 直接加強氣的情況下 他選擇硬開 可以幫我這邊馬上過來做 限制A塔的位置很差 開大絕的時間太快 太早了 反而是從來這邊直接開側 左鍵配上Bank Jack 直接在做追擊 對方的軟皮還沒找 七種獸 在這個位置 收掉了鋼巴 帶走了Sink 兩邊一換一無打無的局勢 哇 這邊還有開野性之路的一個機會 我們可以讓青鋒在Overtime 有人碰車 哇 這一個 直接壁咚 這一個空中接技 直接把這一個騎肉脫火給接死 接下來再拍 點上的成員 再拍對方的Kiki 我的老天爺 哇 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看一下技種的一個表現喔 在正面槌 但是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人數不太足 Kmomo丟了一個自爆 這一個自爆 沒有太多的一個幫助 在穿回來的情況之下 技種在吃奶線 再回來 他卡在側邊 拉回來 已經在Overtime的一個時間了 哇 這邊沒有打掉 很可惜 反而被Bank了就可以收掉 RQT殺掉了技種 目前坦克 閃亮的是沒有任何一名坦克的 Kmomo的小Deeva 在這邊沒有衣服穿 要火被打死了 Overtime沒有人踏點 成功防守 Blank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 閃亮應該也是想要採取一個前壓的防守 目前看起來 技種的一個位置 我們剛剛後面了 被抓到 但是他被套球 所以這波進場對他來講非常危險 這個情報其實有出來 而且realman不停的在摸摸他 他壓力其實還蠻大的 有6滴血 有6滴血 哇POP的回縮沒有回縮了 技種還打掉了鋼板 但是技種應該也是要死掉了 他應該是被CAD掉了 他的位置非常的危險 但是 欸沒有Synker一個粉 灑得很漂亮 他不只救到了技種 還灑到了Blank的複數成員 想要去追擊技種的人 這邊趕快來幫正面 我們可以看到一波壓進去 這邊比較絕的追擊 哇 側翼也被敗走 哇 這邊要開戰對Blank來講是大的 很漂亮 這邊Trill真的就跳對了 他就跳對了 是 這個跳得非常的急死 而且配合自己HR的閃光車一個的追擊 被跟傑克雖然換了兩個 但是無際於是 最一波對會戰他的選擇就是要進場 5退6 沒有被跟傑克 我弓塔在這邊直接倒下 技種只剩下那名強化中 那來做最後的拖延 其實這邊看能不能夠騙到Blank的大絕 是 對 這邊要開嘛 我們可以看到開了 這邊 在打亂的情況之下 對方開了雙保護機 繳了蠻多的一個支援 不是這個騙的也太多了吧 閃電量超賺 是 超級賺 因為第二段對他們來講 Blank把所有的支援投在第一段了 而且Blank交了兩個保護加一個 加一個原式的刀 而且這一波還沒有要贏的現象 是 這邊拖了蠻長一段時間喔 Chill 我們剛剛KiKi的一個自爆也直接開了 這邊要其量開了 對 哇 這邊 我中打在這邊開射了 這個大絕被限制住 好 這邊點還沒有搶到 在這邊這波的會戰直接拉出來 中打拖了很久的時間 是 耗了對方大部分的一個大招 好喝狂奶喔 中打在這邊就像是被鎖血一樣 持續在做輸出 打了超級久 為什麼Blank的刺客證 處理人的速度這麼慢 是 沒有一個極我的一個目標 我們可以看到重擊的一個位置 也直接被收掉 是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還要小心不要被SINGLE睡到 哇 這個角度還不錯 但是 有人在限制他 限制他 現在很激烈 被套球 套A球 顯然很殘 先保兵再說 這邊 哇 發掉了 這邊極限操作 殺兩個已經很不錯了 是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A 出塔持續的一個發揮 在窄口 對面有一個realmate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他直接選擇撤了 已經是讓對方打刀之後還沒拿到人頭 效果已經很不錯 欸 這邊怎麼trill 在這個位置 有點危險喔 對 血量很慘 被套球被打掉了 真的太危險了 這個吃太深了 旁邊沒有隊友的一個協助 他dash已經沒了 他很想往前吃補包 對方人數會回補的 trill這邊真的是大失誤了 哇 這邊沒有辦法 原本這一段對blank來講應該是蠻穩的喔 但是這個時候 從缺了掉的情況之下 後排整個爆掉 這邊要氣龍珠了 Eye drop 有機會 脈衝炸彈 哇 被吃掉 欸欸欸 回溯 哇 好加賽沒有被推死 現在反而是貝克就要秀了 哇 這個要靠球情況 你要閃光沒大絕 我的閃光就可以做事了 從側翼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他往前排打 這邊應該有機會 側翼的部分進去 側翼的部分可以進去 dash 然後再配合上脈衝炸彈 薛爾的位置是脫離主陣型 騷擾後排 但是他的一個 比法沒有跟上 喔 原是拔刀 哇 但是直接被保護給吃掉 這個大絕沒有拿到太好的效果 神亮在這一邊還有很多營運可以打 還有三個燈 這個在配合上 五縫接軌的路修 保護神亮在這一邊的優勢面還蠻大的 逼迫對方RQT交了大絕 Eye drop帶走了Synker 目前貝克就還有大絕 Keymome還有大絕 這邊技能開大帶 走了對方的鋼把 貝克跟Keymome 在各帶對方的一名成員 Keymome也反身丟了一個大絕 炸掉了realmen 這一波困戰還沒結束 自爆炸掉了Keymome的機甲嗎 這邊Keymome的機甲血線很殘 馬上被帶掉 貝克球員120滴血線 POP的這個dash 在直指對方的Eye drop 最後殘血 毅然不敵對方的付出成員的活力傷害 最後送台過來坐踏車 配合上和尚 這邊撐了超級久的一段時間 三個人暴打對方的 Synker也倒地了 所以Eye drop這邊 脈衝張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 最後的會戰 有沒有機會 血線很危急 POP的回溯 Eye drop在找他抓不到 脈衝炸彈有 脈衝炸彈有 這邊什麼時候要捏很重要 Keymome在這個位置其實 Eye drop已經大可 可以直接去對方的後排做滲透 哇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先倒的是Keymome 對 這邊要滲透了 要滲透了 這邊應該是直接抓 沒有問題 哇 這個沒有捏到 哇 往下滑 沒有捏到 糟糕了 中打開射 這個角度你沒有殺掉對方的後排 中打這邊 哇 還好Keymome有帶走 但是 對方也已經開啟了一個和尚的保護 那這一波爆甲 出射 接下來四個人也四打一 對方的一名成員 剩下Trill 只有一個人在點上 前線很殘 馬上被帶掉 摩得到天 我們來沒有人踏點 哇 非常精彩的操作 我們來看一下highlight會是誰呢 Baconjack 他的閃光 在最後第二點的這個 脈衝炸彈就是這個 好快 我的眼睛都跟不上 他發生了什麼事 他出了什麼 暴擊獎 那麼免到宋惡 這一波會戰直接結束 對 完全沒有受到任何的一個干擾 對 我不想讓你生活當友再度穿上機甲的機會 對 這一邊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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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